有太王戚律接政的期間 阿扁班裡面有一個小師名叫薩卡莉娅 他的母兒伊莉莎佩兒是阿倫的後兒 有這兩人前行主委一切改名和條例不通嫌 他最多的主張是二人 總是因為他母親 因為伊莎佩兒未生 兩人年紀已經落賣 有一天他倫到薩卡莉娅 他們那班浙世董鐵 他們就按照浙世的規矩抽籤 抽到薩卡莉娅來到主的電影去收香 正八時都在外面記得 那時主的天才在香爐的正面對薩卡莉娅現行 薩卡莉娅看見就著怕 又現在聽誰對他說 薩卡莉娅不怕 你的基督已經直接聽到他 你的母兒在三百八要為你生一個子 他要把他給名叫約翰 他要開心快樂 因為很多人要因為他的出事 來開心快樂 因為他要這麼多祝偉大的團人 他一天就沒時間 並且在老母的肚子裡 就讓性神像我 他要看到很多人 會心磚於鬼順祝他們的兄弟 他要以先滴他的心智 和能力祝祝的先鋒 讓老婆的心鑽忍旨路 讓貝賊的人 會轉墳壇 以人的地匪 為主彼斑合影的主民 塞加利亞對天塞說 我已經老了 我的母也長了年紀 我怎麼知道這是真的 天塞回答說 我是站在上地民情的加倍力 風車來到 在這裡幫你補好的消息 我說的這些話 時到一定應驗 總是因為你不欠相信我的話 所以這些事 成就以前 你要變成這個話 不能說話 人家在外面聽好 塞加利亞 看他在電影裡面 久久沒出來 就感覺奇怪 後來他出來 撞這麼多話 不能說話 只有鼻腳的話 大家都感覺 他在生殿裡面 已經看到影像 塞加利亞 他講這個季母 他就躲回家 不久 他的母 我以利莎別 個人懷孕 有五個月 在家裡 都沒出門 他說 做真正的光顧我 只要我 不能生殘的見笑